甩大牌,朱婷在天津女排集训中未穿对付迎来热议,是刷存在感吗? 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到现在都还让球迷们记忆有心。 郎平与朱婷也彻底火了一把,但是人红是非多,朱婷现在到哪里都会有人认的。 没办法个子太高太醒目,去开心麻花被发现,看个手印也被发现。 低调的朱婷也是很难保持低调呢,而就是这样朴素的朱婷,总能碰到一些键盘下,毕竟这个世界不缺成口舌之快的人。 而因为一次天津女排集训,又被人热议了起来,也开始有人说朱婷是在甩大牌,也有说搞特殊的,说法也是千奇百怪,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而至于为什么不穿对付,理由有很多,首先是身高高的缘故,甚至可能需要定做,还没有送到而已。 而且规划球员胡尔克也没有穿对付,很有可能说明新到的成员对付都还没有到,暂时先穿自己代言的服装,穿着也舒服又有何不可能。